今天敬拜的時間只有唱了兩首 还很期待能够继续唱下去 因为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时间 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总是觉得那是一个 真正回家的感觉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 祝你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话语当中 或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带来生命 带来亮光 带给我们有盼望 也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 或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里面更多的认识你 父神求你的灵这个时候就来帮助我们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真是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你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好的 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求 Amen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说圣经有难看很难了解的部分 不是难看就是很困难了解的部分 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些时候圣经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跟负担 对不对 因为我们谈到罪谈到我们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看着那些话语就在提醒我们 但是圣经有一个部分 其实会让你看了你就会满心的感谢 满心的感谢而且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充满可以让你去幻想 而且让你喜悦的地方 而且他把它放在所有圣经里面的最前面的部分 就是谈到创世的部分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在那里面完全没有负担 因为他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 神怎么样爱我们所以他就创造了天跟地 我觉得那一个部分其实当我在读的时候 当然还是一样有很多部分 你没办法去理解说神怎么样去创造 但是很显然在当我在读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的很深的感觉是 我真的是回到原先我被创造的那一个家 那一个家里面我可以体会到 那个创造我的神 他到底怎么样铺排天地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 其实要看满长的一段经节 所以我后来想想说 刚才我们敬拜为什么会缩短一点点 大概是为佩勒说怕我讲太多 不过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 我希望我还是能够像顾牧师一样 德国人会空之时间 我们台湾人也会空之时间 OK 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经历那一个过程好吗 我念一节 然后请弟兄姊妹来念一节 这个圣经很好找 我是觉得说这一段 在最前面而且很好找 你不会在查经的时候 人家讲到说 哇 和林多前书 到底是在哪里 不用 我们一翻开 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路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沉了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次 使旱地落出来 事就这样沉了 神说地要花生青草 和结果子的菜酥 并结果子的树末 各从其类 果子都要包着盒 事就这样沉了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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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未到 перв天 早晨稀生有生命我就没有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灰鸟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说必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只有这样成何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 生出各从其类 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造出我们的形象 看着我们的样子造人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书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前赐给你们做食物 神看着一切手造的多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第三节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一切上造的工就安息了 好我们到这边把整个经文神的创造的过程看过了一次 我不知道当大家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有一些字眼一直在重复在出现 那有些比较特殊的字眼大家能不能先找得到 有早上有晚上通常他先讲晚上 有晚上有早晨 但是我今天不讲那一个部分 但是他在每一天里面 每一个创造里面都谈到 有晚上有早晨 还有呢 事就这样成了 神讲他就成了 好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呢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还有一个呢 看着是好的 其实在整个创造里面 很显然在虽然我们不清楚 神是怎么造的 其实有很多的科学在研究这方面的部分 但是我们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要看重的是 在神的话语当中 他特别在强调 在创造里面过程里面 他强调的是 就是如果我们很快的去谈到神的创造 其实神是一个什么 非常有次序的神 他一开始谈到我们整个 整个那个宇宙是一个混沌 混沌如果简单讲 就是台语讲就是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后面谈到神的一些分别 要分别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 混沌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 你完全没办法分清楚 这个叫混沌 那混沌的 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谈说 比如说我们所谓分开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不是我们讲空气里面 有氮气跟氧气吗 但是氮气跟氧气 其实都是气的分准 然后就散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 但是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医院里面用的那个氧气 怎么来的 其实是从空气来的 人怎么把氧气从空气分出来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但是当我们在想这些时候 从我们机械的角度 我们一开始我们一想到就发现说 我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它需要一个冷冻场 大型的冷冻场 那冷冻场就把空气来到冷冻场 然后呢 让它冷却 冷却以后呢 就让它因为它的温度一直下降 温度一直下降 你知道下降到非常低的温度 它的氧气跟氮气 有一个就会变成水 不是变成水 变成液体的氧气 或液体的氮气 然后气体跟液体就分开来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的能量 才能把这个分开来 你知道我们谈到说 现在不是烧很多东西吗 因为我们用火力化电 烧煤炭石油天然气 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二氧化碳 你可能听到说 有些技术开始谈到什么 要把碳抓下来 叫碳捕获 但是碳捕获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对人类来讲 又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 为什么 因为当你烧完以后的废气出来以后 那个气体里面 里面有二氧化碳 又有氮气 可能还有一些没有烧完的氧气 有一些其他的气体 你要把它分开 我只有抓这个二氧化碳下来 又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分开 在很多的 我们在人类的科学跟技术的发展里面 要去做这件事情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更何况在神的创造当中 在一团混乱里面 在混沌的当中里面 他开始做了 神怎么做 他开始是先有光 先有光 其实这边提到 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神在创造的过程 他讲 他神说 然后事就成了 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也是有创造的能力 神的话也是有决定性的能力 神若愿意 他愿意讲 他讲了就有 所以神的创造一开始是有光 然后接下来 他就把混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把它分开来靠什么 靠空气 空气 所以我们就有天 然后有底下 然后他空气把水 把上下的水分开了 然后接下来 再把底下的水分成什么 分成海跟汉地 然后接下来 他就在地上 就开始有一些 竹物 菜书 还有树木 那接下来他再继续进行什么 创造了这个天上的飞鸟 还有地上的这些走兽昆虫 我们看到这一步一步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神分开 神在做分开的动作 在英文里面谈到是 Divine 他把光跟暗分开了 他把空气以下的水 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利用空气 所以我们有天空 然后我们有地面 他把它分开了 然后再把地又分成了地跟海 然后他利用太阳跟月亮 来管理我们的昼夜 把我们的昼夜分开了 把明暗分开了 神是一位分开的神 他在创造的过程 已经告诉我们 他在做分开 不仅仅这些 创造的过程里面分开 他也把他所分开的 这些有生命的这些活物 也开始做另外一件事情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其实也是一个分开 一个分别 当他在创造的时候 他谈到这些青草 菜书跟树木 他谈到是各从其类 他谈到海中的这些生物 大鱼 还有水中有生物的动物 他也是提到 是各从其类 飞鸟 他也是各从其类 当他在第六天 他在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 他谈到神造出野兽 各从其类 深处各从其类 地上一线的昆虫 各从其类 狮子就是在狮子这一群 猫就在猫那一群 他们不会混在一起 神是一位非常有储蓄 但是 而不仅仅是有储蓄 而且他会 把他分别的很好 而且分类的很好 神也造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而且赐福给我们 在27节那边提到说 神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神没有讲说 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一类 但是很显然的 我们的形象 是来自于神的形象 我们跟那些在跑的这些动物 在这些牲畜 或者是这些昆虫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生命很显然是跟神是有很深的人结 当我们在看西伯来书 第2章第6节到第8节的时候 那一个作者 他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那一个感受 那他是从斯坡那边过来 我们一起来看西伯来书 第2章第6节到第8节 西伯来书第2章第6到第8 西伯来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 他从中间那边有提到说 人算什么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尽健顾他 为什么我小小的 你知道我们 我最近常常在上那个通事 我必须要一直在讲说 我们现在能源的使用状况 所以我常常必须要注意到说 我们现在人到底有多少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全球的人数有多少 当然那个单位是算亿对不对 10亿吗 20亿吗 30亿吗 40亿吗 50亿吗 60亿吗 现在是70亿 所以有些时候 当我在看那些数据的变化 弟兄姊妹 假如你可以上网页 有一个即时网页 那个即时网页 会告诉你说 瞬间我站在这边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出生 有一个人死掉 有两个人出生 一个人死掉 然后就加加减减 那个数目就一直在变 不仅仅是人口而已 包括你能源的使用量 或者是因为疾病死了多少人 或者产生多少的污染物 那一个网页 一直告诉你 即时的那个资讯 当你看到即时的资讯的时候 你就会压抑 怎么会有这么多 怎么会有这么多 但是在这里 希伯来书谈到说 他用诗篇的 那一个大卫的诗 在引言 然后谈到他的感受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是人算什么 你竟建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所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多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多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我们 只是如今我们还盼不见 万物多扶他 希伯来书 对比在创世纪这边所形容的 他一个很深的感触说 我们被创造 但是我们既然 神既然这么样的爱我们 我们是微小的 可能如果从一个聚光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大概跟那只小猫小狗在地球上不是一样吗 从神的眼光来讲 我们七十亿是多少人 那些小猫小狗也可能好几百亿 那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们跟他有什么差别 但是神特别把这些人把他拉高 他顾念我们 他建顾我们 他是照他的形象照我们 特别在28节 创世纪28节我们刚才读到的 他谈到说神不仅仅赐福给我们 又对我们说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他给予我们这种治理管理的前柄 神真的是爱我们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 特别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件事情 神每创造一个 他就看他是好的 英文是It was good 然后创造到最后 我们注意一下看看好了 第31节 当把人这些所有的都创造完以后 在第六天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神看着一切手造的都甚好 不是好而已哦 是甚好 英文是前面讲的那个好 神看着是好 It was good 但是最后这边谈到是 It was very good 非常好 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 那我去想到去年 去年当我深入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小女儿跟慧云 他们就去想了一个 买了一个小小的鱼缸 然后当作我的礼物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那个小鱼缸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其实我是帮他们买一个大鱼缸 三尺的大鱼缸 因为我在想说小孩子在成长 他们可能有很多作业要做 然后有一些动物 我养过鸟也养过鱼 但是坦白讲我那个三尺的鱼缸 我第一次水弄好以后鱼放进去了 然后再来好像就看着那些鱼一只一只的死掉 然后最后就结束营业 所以假如我是一个管理这些鱼 养育这些鱼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那一个管理者 但是我女儿他们就买了一个小鱼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鱼 当你一个鱼缸的时候 绝对不是一个阳村的鱼缸 因为你要把鱼把它养活养好 所以你就会底下就会有一层 底下应该有一个把那个脏东西把它滤掉的部分 然后再放砂石进去 然后放一些草 不仅仅是你还想到说 这个不能变成死水 上个礼拜已经讲过要活水 活水就是所以它必须要抽水 要去过滤 让它不断的流动 那里面就会不断有滋生一些新鲜的 一些小维生物 让那个鱼能够吃 看到孩子在准备那一个小鱼缸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他是不是还帮他做了一些造景 因为他觉得说鱼可以从这边游过去 再游回来 可以绕来绕去 在那边游戏 那看着他每一天固定的时候 就会再来到那个鱼缸的前面 小鱼啊小鱼啊吃饭啊吃饭啊 然后就放上那一个 我想神的创造就像那一个场景一样 神真的是在他的那一个 他所创造的天地里面 他预备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他就好像 我女儿那一种非常关心 非常渴慕的那种心情里面 看着这些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 然后在里面享受那样的生活 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说每一次看到这些景点 你会觉得很享受 因为当我发现在这个被创造的过程里面 我是被创造 被看着是好的 被看着是甚好的 我就心里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满足 因为我是被看着是甚好的 那问题在哪里 当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神开始为他所创造的亚当跟夏娃 预备了他生活的地方 就是伊甸园的时候 那神有给他们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 但是只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那个是什么 分别善恶的果树 所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章 欢迎一下过去而已 十七节 我们看十五节好了 十五节这边提到说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吩咐他说 盐中各样的树上的果汁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路子必定是 我一直觉得 这个善恶式的果汁 我们人吃的必定是 其实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很深很深的咒诅 分别善恶 其实这边谈到的是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好像我们谈到这个树上 只有针对是分别善跟恶 其实不然他应该比较强调是在那个分别 你可以知道说当亚当夏娃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三章 当女人被引诱的时候 开始吃了那个善恶式的果汁 当他们吃了以后 他们第一个动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等一下我们会看 也许我们先猜猜看 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吃了善恶式的果汁是怎么样 突然发现自己是畜生肉体 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说 出了善恶式的果汁 他们还没有做那个坏事 没有办法分别 但是首先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 我没穿衣服 在那个刚创造的时候 没穿衣服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那我会去思考说 其实这边谈到的那个果汁 可能不是只有在谈到善恶 其实它的重点在那一个分别 重点在分别 我刚才特别跟他强调 在创造的过程里面 神是一个非常会创造 非常会分别 他照着分别各种其类里面 把他分别的很好 他这种能力是属神的 所以他没有将这个能力 放在人的身上 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分别 包括善恶 包括区别这些事情 他没有将这样的能力 要让人来领受 但是人领受了 亚当出了 夏娃出了 我们也同样的开始进行分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 分别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跟随了我们的一生 因为我们会分别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 所以我们讲分别善恶 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别好坏 什么叫好坏 你做功课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不做功课的孩子就是坏孩子 我们就这样把它分别下来 漂亮或者是难看 小时候我长得白白胖胖的 好可爱 但是我长大以后 为什么我不能胖呢 一直要我减肥 那个标准又开始在改变了 那我们常常在发现说小孩子 我们当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里面 当学生的时候 59分跟60分的差别在哪里 难道我真的是差一分就不及格吗 我59分就不等于60分吗 老实说我如果把59分等于60分的话 那58分怎么办 那58分就差2分嘛 57分我说差3分嘛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那个标准为什么卡在那里 当然也有人会讲 像我们后来发现说 这个分数 定得太明确的话 好像有太让大家斤斤计较的感觉 定得笼统一点好不好 所以像台大他们就开始用ABC 那学生又问了 我为什么是A-跟B+. A-是一群 然后B-是一群 这个中间到底是在哪里 我是B-的头 但是B-没有告诉人家说 我是B-的头 我只是属于B-这一群 A-跟B只有两群一划分 没有办法告诉人家说 我是A的尾或者是B的头 那一种分别又是有很多的纷争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经历到说 在我们整个社会环境当中 我们为了要分配 我们为了要公平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的制度出来 我坦白跟大家讲说 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常常在改考件 你总是会觉得说 基督徒的老师应该很公平吧 良心是很公平 但实际做出来真的是很难避免 比如说我们去改高考的题目 那两三百个人 我一开始当然要公平 就把每一个题配分都配好了 那一直改改改改到一半 发现奇怪 好像有些答案也可以是对的 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配分 然后一直改改 改到最后你知道 我后面的标准 绝对不会跟前面的标准一样 但是我已经没办法逆回去改了 从来了 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一定的标准 人的标准很奇妙 你会发现说 永远没办法perfect 然后为了要满足 大家公平的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那个标准就定的 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们讲 12年国教有没有 要考试的时候 现在要变成说 你每一项 你要判断说 这个孩子够不够资格去读高中 就开始多了很多的项目 你必须要十项潜能 弟兄姐妹 不要为孩子在那边担心而已 其实对我们老师来讲 也是活得很辛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会被讲究绩效 那绩效以前 我们主要发表论文 大概那个就是 很明显的绩效 现在绩效不是这样子 好几项我们都要做 然后做了以后 然后才去评比说 你到底有没有整理做得好 那个绩效我们通常 包括政府的绩效 称它是KPI 就是Key Performance Index 就是你主要的一些绩效的表现 就是有好几项 你要表现好 然后他把它整理出来 大家做评比 我后来发现说 我自己发现说 那个KPI真的是很好笑 为什么 他是K的Professor 哀哀叫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很单纯的写论文而已 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做国际合作 要扶导学生 每一件事情都要做 那些都要来算 当我们要分别 当我们要去比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标准出来了 制度出来了 然后每一个部分就会造成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压力 甚至我们会缓起到恶行 这个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 神希望他的百姓 能够爱他 能够遵循他的那一个律法 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颁布了律法 让他们可以遵循 但是这些律法在人的角度里面 在人的方式 在执行的方式里面 很显然的 并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反而是怎么样 让人越来越离开了神 刚才谈到分别善恶式的果子 神特别谈到 不可吃因为吃的路子 必定死 这边谈到死是一个什么 跟神之间的隔离 跟神之间的隔离 就好像我们回过头来去思考到 在保罗他谈到律法 律法本来是好的 那个分别善恶式的果子 如果照圣经里面谈到 没有错 吃了以后眼睛会明亮 眼睛真的是明亮了 但是这个明亮 是不是能够带给人的好 还是我们成为跟神 远离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这边谈到 假如我们把律法 也是当作是分别善恶的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判定的标准的话 你看看罗马书他谈到人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从第七节后端那边来念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能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然而最胜的机会 就这个诫命叫诸般的贪心 在我里面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的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律法看起来是好 假如我愿意遵循律法 我就会讨神喜悦 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但是当律法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问题不再是我能不能行 是里面我的罪 我的罪会希望 我里面的罪希望 不要照着律法而行 所以我每一次想要行好 我没有办法行好 这是保罗谈到 人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呼求 也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困扰 因为我想做好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好 继续在第七章的21节到24节谈到说 我感觉有一个律 就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 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食的身体呢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清楚 律法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 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创造的时候 我们有在思考说 那一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当我们吃下去以后 我们也许眼睛是亮了 但是我们真的是能够像神这样的去做分别 而且那个分别可以带来恩典 可以带来善 能够带来帮助吗 其实很多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不能讲说很多 甚至绝大部分的时候 很多的制度标准跟规范里面 所带来的并不是公平 而是彼此的伤害 我们衍生的就是什么 论断 衍生的我们就是比较 我们衍生的就是批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次陈大选校长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选完以后 马上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批评出来 每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 有负面的批评在里面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光景 比如说现在又在险阱 我常常觉得很特别 就是一个很深的感觉 我有一位朋友 过去因为都是在邪界 她是女生 她是我大学同学的太太 她这一次也险阱了 然后通常过去我看到跟他们接触 常常有些时候吃饭 她真的是一个温和 非常柔和 非常谦卑的一个教授 但是当她开始选举的时候 我很难想像说她可以站在台上 然后骂着对方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参选人 她的哪里错哪里错哪里错 那这个是完全我没办法去理解说 过去的她跟现在的她 但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选举 我就是要批判 我才能够把我的那个选票得到 你知道有些时候 你如果有仔细去看 我们在那个法庭上 我是很少在接触法律界的人士 但是有一次接触了以后 我才发现说 哇那个真的是 他们取了上帝的位置以后 就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行 因为他们要审判 对不对 审判就是要分别嘛 然后我们那个律师告诉我说 当你 因为我那时候去协助一个协调庭 我站在另外一边 要帮别人去说明 然后他告诉我 律师特别告诉我说 当你到了庭上的时候 双方在问的时候 你绝对不要花时间讲你对 你只要讲对方错 你就对了 我无法理解 你知道我无法理解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只要组织你的错 你就垮了 接下来我就对了 我没有办 我不需要讲你自己的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当人在学习分别的时候 在学习分别善恶的时候 就好像学习神在创造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没有那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取了这个能力 取了这个能力以后 接下来就是什么 我们彼此的伤害 我们彼此的比较 然后我们彼此的接穿巴 所以现在如果一选举的话 你一生的 现在网络很发达 你一生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被摊开在阳光下 到底批评对或错 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们是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为什么复杂 因为那个分别的灵放到我们中间 撒旦在利用这样的一个分别 这样一个判断 这样一个论断的时候 我们就造成了彼此的嫌隙 然后彼此的伤害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五节这边提到 耶稣给我们一个警醒 当我们在比较在论断的时候 这里提到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满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的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只能对你的弟兄说 容我去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所以在比较的过程里面 确实就像耶稣这边谈到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对方里面眼中的刺 但是没有想到我的眼 还有一根更大的良目 我们看别人不好 但是没有想到说 我可能会比他更不好 当创造以后 创造以后 人去吃了这个善恶式的果子 开始掉入了一个 跟神隔绝的一个关系 我刚才谈到我女儿 在养那个小鱼 那她每一天都会去喂那些食物 然后呢 过几天 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说 因为她养了以后 就好像我想那个就有点 跟神创造我们一样 神创造了这么多的人 她七十几亿吧 我想她天天还是会点一次 到底有多少个 少掉几个 我想她应该会有这种能力去点 我女儿就是这样 她今天 看看小鱼有几只 十只还在 通通在 但是过几天以后 怎么变八只了 然后过几天以后 怎么变七只了 跑到哪里去 找不到 后来才发现说 那些鱼就横尸在鱼缸外 跳走了 跑掉了 离开了这个 我女儿非常用心照顾的这个鱼缸 我就在想 为什么这些鱼 我女儿照顾它很好 水而且定食饭 而且你知道养鱼的话 还有一些必须要 你要先养水 然后你要养草 因为你要让它有一个 真的是它能够适应的环境 不然它会跑走掉 那个跳走掉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甚至要夹钙 但是很显然的 这些鱼跑掉了 跑到现在 我太太接手 女儿养那些 因为女儿到美国去了 她接手养 现在剩下两只而已 神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地 但是人 愿意在这样一个被创造的地方吗 愿意被放在伊甸园吗 没有 它跳走掉了 所以我们看 创世记第三章第五节 那边就开始谈到 我想这边的经文 我们不详细去读了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亚当跟夏娃 他开始被蛇来引诱 在那个第三章的那个第五节那边 第四节那边谈到 蛇对你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针对那个善恶式的果汁 第五节讲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路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你能见那颗氏的果汁好做食物 看了好好吃 越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 让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 而且给他丈夫吃了 我们刚才谈到说 人确实是没有分别的能力 但是我们去吃了那个果汁 我们去取了神的那个能力 去取了神的这个能力 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刚才特别跟大家强调了 他吃了以后就发第七节 他们两年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被拿无花果式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禽子 当他的眼睛亮了 吃了真的是开始可以明辨了 开始可以分别 他第一个分别的是什么 他是赤身肉体 然后再来就躲起来 你会发现他很特别 当人开始违背了神以后 第一件事情他看到的是什么 我不好 对吧 我不好 我刚才特别跟大家强调说 神所创造的 在神的眼光里面 是好的 是甚好的 但是人一犯罪以后 第一件事情他所看到的 他所感受到的 我不知道赤身肉体 在神的眼光里面 或者是亚当面对夏娃里面 两个都赤身肉体 有什么不好 但是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 他们必须要隐藏起来 他们必须要把他隐藏起来 甚至要躲 要离开 要躲避神的呼召 所以就开始躲避神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开始做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 神找到亚当夏娃就开始问他说 为什么吃了这个三个式的果子 他们就开始什么 亚当说什么 是夏娃的问题 夏娃说什么 是蛇的问题 然后就开始怎样 开始推诿 当患了罪以后 人的本性就开始推诿 在这个推诿过程里面 其实就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 他谈到什么 一开始是我不好 对不对 患了罪以后我不好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他不好 看别人是不好的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 当神的创造 他既然看是甚好的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社会 或者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看自己是好的 所以弟兄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在鼓励 我们要认知神的眼光 看我是好的 看我自己是好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更何况 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比较的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必须要看别人的不好 这些从好变成不好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人想要去做分别的 这样一个工作 想要去拥有这个分别的能力 取了神的能力以后 还发现说 人没有这样一个能力 开始看自己不好 开始看别人不好 感谢神 神真的是爱我们 我想那一个是很熟的 那个经文 耶稜福音三章16到17节 我们翻开 我们再一次 一起来回顾这句 非常美的一句话 当我们沦落在一个沮丧 而且受到责难的一个社会里面 但是耶稜福音第三章16到17节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释放 让我们可以再回到创造已先 回到创造里面 耶稜福音三章16到17 我们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也让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来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仿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爱世人 当神创造完以后 神看这个创造是好的 神看这个所有的创造 一切都是好的 其实当他在谈好的的时候 其实在表现一个什么 神的爱 我们会对一个孩子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觉得他是好的 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在表达你的爱 有些时候孩子可能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你还是愿意讲这是好的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在凸显的就是我爱我这个孩子 他所做的 不管是达到某一个程度 或者是没有达到的部分 我也会觉得如果他是好的 那就代表说我是爱他的 这里谈到神爱世人 在这边特别有强调就是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定 定世人的罪就是分别 就有罪跟没有罪 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者 就耶稣赐给我们 让我们重新回到创世 让我们重新回到神喜业 我们的那个光景 并不是要分别我们善或恶 而是要让我们回来 让我们回家 所以 这是当我想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是一个蒙福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蒙福的人 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创造 让我们能够重新去认知说 神是看我是好的 神看我是甚好的 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提到说 我们跟神隔结 那个死是因为亚当来的 但是我们再重新回到伊甸园 我们再重新回到跟神的关系 也是从一人来的 是从那个 是从幕后的亚当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 被接纳 被赦罪来到神的面前 重新跟他建立了关系以后 所以接下来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跟十八 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跟十八 他谈到 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这边提到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我们重新回到创造里面 又重新开始享受一个新的生命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以他和好 以他和好就是神重新看我们是好的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 又将欠人以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我们会看自己好 我们也开始怎么样 把这种和好的关系 给我们旁边的人 给我们四周围的人 将那种和好的机会给他们 也让他们能够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为是好的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看自己不好 也看别人不好 但是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是 让我们自己可以跟神好 也让别人可以跟着我们一样 跟神好 我们也跟他们得到和好 所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是让我们重新回到神 创造我们的开端 要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是好的 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在成长的 在生长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会在一个单身的家庭 有些人会在一个穷困的状况 有些人也许是在钱贵的家庭 多好 但是神创造了我们 在那个创造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神是爱你的 我有很多的经文会让我非常深的感动 让我体会到说 神是怎么样恩待我的 给大家看 我们一起来看两个经节 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 他因为在那边提到说 我被生下 我被创造 然后神怎么样看我 其实他在谈的是以色列人 但是你也可以把他想象说 以色列人是神所简显的 我也是神所简显的 以色列人这样 我也是这个样子 在以色列人46章3到4节 他说 我把那个经文稍微念一下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 自从生胎便蒙我怀揣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生下的时候 我们就在神的怀抱当中 当然我们当孩子的时候 还小没有办法体会到 被母亲抱在怀里的那一种感受 但是我们现在成为父亲 成为母亲 当你抱着孩子的时候 你确实可以体会到说 你深深的爱 在你的怀中的这个孩子 他形容说 我们被生下 不管我们的光景是什么 我们是被创造的 我们是好的 我们就被蒙宝宝 蒙怀揣 一直到年老 一直到年老 现在头白 我头发白了 但是我有一只孩子在感受 直到你们滑白 我能怀揣 我以造作就必宝宝 我必怀抱 就必拯救 这里谈到造作就是创造 神创造了我们 神创造了你 创造了我 他既然创造 他就要宝宝 就要放在他的怀抱里面 让我们能够成长 那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 有困到困难 他就要拯救 他对以色列人这样讲 我相信这一段话 也是对我们这样讲 是从我们的一生 从创造到结尾 跟神面对面 就是在他的恩典跟慈爱里面 他没有忘记我们 有一首诗歌是从 以赛亚49章15到16 那一首诗歌非常感动人 他里面谈到说什么 忽然焉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孩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且不忘记你 看啊 我将你明刻在我掌上 你的强皇 强皇藏在我眼前 当然他在谈的还是以色列 但是我告诉大家说 同样的诗歌 同样的经文 也是针对我们来谈的 他谈到 我们就像一个婴孩 是妈妈所照顾的 那一个吃奶的婴孩 妈妈会忘记吗 大部分都不会忘记 这边说 大部分应该是 大部分都不会忘记 但是极有忘记 神是百分之一百不会忘记 怎么不会忘记 他把我的名字 把我的名字 刻在掌上 刻在掌上 这句话对我很有意思 因为我另外一个女儿 她有些时候 为了做事情的时候 怕忘掉 她就会把那个 要做的事情 就写在掌上 那那个是代表说 她要记得 不能过不做 不能忘掉 当然神把我 刻在掌上 不像如来佛 把孙悟空 把他刻在掌上 孙悟空在掌上 是不要让他 逃离那个 如来佛的掌 对不对 把他关起来的 但是神不是这样子 把他刻在他的掌上 是他一直在纪念你 他没有忘记你 所以他这边提到的是什么 是那个城隐 以色列城隐 就保护他的城隐 意思就是说 那个保护 神的保护 一直在神的纪念当中 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体会到 那个创造 真的是在神的眼光上 是美好的 我们也是这样的领受 假如神 这个是不是假如 相信神是 真的是这样子 创造了我 也真的是纪念我 一直到我化白 而且 他把我放在 他的掌上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经历 并不尽然 都是顺畅 但是人怎么样去看到 神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是好 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让我们很感动 是耶色 耶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被卖了 他的生命 其实是生活 其实是很苦的 他经过被卖来卖去 然后他要在那一个 外邦人的环境当中 去见证神的荣耀 不容易 他怎么样维持自己的信仰 不容易 但是他最后拿到了宰相 在这个过程里面 弟兄对他的伤害 到底在他的生命当中影响多少 我相信那是很深很深的影响 但是等到数十年之后 我不知道几十年 但是应该有三四十年 等到当他做了宰相 有一个机会 让他的弟兄 让他的家族 因为饥荒可以来到埃及地 让他能够供养的时候 他眼泪流下来 他终于发现在这个受苦受难的过程当中 其实神的旨意是好的 神的旨意是好的 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那边提到说 从前你们的意识是要害我 你们就是他的弟兄 把他卖掉了 但神的意识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苦难 跟困境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神啊你怎么可能会看我做好 爱我呢 但是很显然的 你若愿意坚持在神的话语 跟神的道路上的时候 像耶色 他走的不是一两年的时候 他走的是好长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的眼泪流光了 但是他面对他一起 害他的弟兄的时候 他终于缓然大悟 神的旨意是好的 不仅仅是爱他而已 是爱他的弟兄 爱整个以色列的家族 神的恩典 神的计划 神的分别 神的整个的创造 其实就是这样美好的显现在他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光景 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需要时间 让我们去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待 我常常非常感动我的父亲 我很可惜就是父亲过世之前 我还是没有很多的时间 当然我们关系很好 但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详细谈到一些生命的感受 但是他最让我觉得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当他过世以后 我在整理他的东西 整理找出他的身份证 那身份证上面 通常会写 父亲是谁 妈妈是谁 对不对 那我的父亲的那个父亲栏上是空白的 那其实那个空白 一直是我父亲里面 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担子 我们后辈的 我们也搞不清楚 我的主婦是谁 但是我们不敢问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担子 在他的生命当中 但是 他有生命当中的担子 但是对于我们后代这边 对孩子的成长 对孩子的一些 那个所有的教育 甚至长大成人这些培养 我的父亲都是摆上他百分之一百的心力在上面 甚至带我们到教会 让我们一起来服事 都是他带着我们去的 从那里我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父亲也许他起初被生下来 那个光景被创造的那个光景是不好的 感觉上是不好的 但是很显然他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因为得到主耶稣 因为信了主以后 他知道他本身就像耶稣一样 他可以带来一些改变 他可以带来一些祝福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受难受苦的环境当中 你能不能看到自己是好的 看到自己是好的 是非常非常的蒙恩典 因为主耶稣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 神看我们是好的 因为我们又重新回到创造里面 不仅是看到我是好的 另外一件事情要看到别人也是好的 确实是不容易 我想在那个马太福音那边有提到 一个很特别 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25章35到40 也许大家可以看经文 我念给大家听 这边谈到就是耶稣提到说 在末路的审判的时候 这些相信的人 他就会把他分成两群 一群是绵羊 一群是那个山羊 绵羊是代表是听话的 山羊是会把那个水搅浑掉 不让人家喝水的那些山羊 他把它分成右边跟左边 然后他说什么 他特别要把那个奖赏 给右边的这些绵羊 那这些人说 我没有做什么东西啊 我为什么会得到奖赏 在这边经文里面提到的是这样的 耶稣结束了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了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畜生肉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 来看你呢 那一位王 施行审判的王说什么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这边提到 当我们看我的四周围的人是好的 耶稣给我们一个警醒 要坐在哪里 坐在那最小的身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的经历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次我们也许到台北的火车站 我们也许在台南的火车站 在其他的公共场合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乞丐 他们也许蹲在墙角 也许是在走廊上 那我们拿起了 他们拿起了那一个 也许是一个小小拖拨 需要我们给他一些金钱 我不知道多少的时候 你会放进去 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是怎么样 我的经历是这样 常常走着靠近 很想要放进去 但是 在心中里面就有疑惑就来了 他会不会骗我 他会不会有一个集团骗我 当那个念头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想着想着 然后你就离开那个骑者 就越来越远 你没有丢下任何的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当我们愿意做 愿意看别人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首先就会出现疑惑 他真的是这么好吗 他真的是这么好吗 他的那个光景 是不是 真的是我需要去帮助他 因为事实的例子 也给我们很多 对吧 有些说你要帮别人带行李 结果就帮别人带了毒品 那好像很多的例子 让我们担心 但是 我们有没有想到 就是说 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神在做 不是我在做 神既然在做 他自己要保守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很多的情形 我是一样 我跟大家是一样 我常常是会怀疑放在前面 然后在后面 然后确定没有问题 我才会帮助 但是有一次 有一个很深的经历 让我自己得到很多的 很大的调整 因为我有一个实验室 是在归人校区 所以我要 有些时候到校区的话 要开车过去 那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一天中午 我要从那个校区回来 因为那边都是归人 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较没有人 然后车子开过去了 开过去 突然看到在前面 在那个连行道上 有一个富人 然后那个手 脚都绑着奔带 然后组着拐杖 然后在那边挥手 在台湾很少人家会看到 是会在挥手 要车子的 但是我看到了 然后又开了 然后我觉得说 心里就刚才跟大家谈到 就开始在想说 他到底是真的是要招车 还是什么 然后我就开 开了超过到一百公尺 感谢神 那时候心里的感动 还是有说 还是停下来 然后得退路回来 然后他就坐进来了 坐进来以后 哇 我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味道真的是不好闻 因为他可能很久没有洗澡 然后就坐在后座 然后又拿了一根拐杖 那个拐杖 你知道我那时候 他跟我讲说 希望 因为他早上的时候 用走的走到龟人这边找他朋友 然后他现在要回去了 但是他没有钱 然后他也找不到车子可以回去 然后要让我载他去 地点我搞不清楚 所以我只好跟他讲说 我开到哪里 你告诉我怎么样走 但是在开的时候 你知道我战战兢兢 我一直在用后照镜看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拿出倒主 虽然他是女生 但是我在前面开 到时候跟我要抢劫的时候 我总是要注意 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就是这样很紧张紧张 然后开到那个 后来是开到那个甘商 有一个正在兴建的那个校舍 没有 因为孩子还没有在读书 那他是暂住在那里 意思就是说 他是窝在那里 他是游民 所以当我开到那边的时候 他开了车门要离开的时候 我才心里整个那个担子都放下来 那时候一个心里的感动 再又掏了一个一千块给他 那我后来就回来了 但是这个经验里面 让我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说我在怕什么 我在怕什么 其实我们面对那一个最小的人的 最小的那个身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单纯的心 知道神也看他是好的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是危险的 他是假装的 我们很少会去认知说 我跟他同样都是一个罪人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政论节 很多的险阱的那个场合里面 我说我觉得很讶异 就是说一个从来不会批评人 批评别人的人 居然会对着一个不认识的人 就啪啪啪啪就讲他的错 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但是我们有没有试着去思考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 也许行为不好 也许诡异的 就我们刚才谈到分辨 我刚才事实上有想到就是说 你有没有看过年轻人 那个戴鼻环有没有 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说 我们最老一辈 我们老一辈的就会觉得 这个一定是很特殊的 那个孩子一定不是很长进的孩子 挂耳环的 挂鼻环的 舌头还有挂环的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判断里的一个标准 我们就从外表看 他不好 我们很难从神的角度去看 他是好的 弟兄姊妹 假如我们一直还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看到神的创造是美好呢 求神帮助我们 包括帮助我自己一样 我到现在还是一样会有一些疑惑 丢不下那一个钱 但是我们希望 从这个经节里面让我们知道 那一个不管是他背后的光景是怎么样 神还是看他是好的 神都愿意就在你的施舍上面 你在帮助上面保守你不受任何的灾害 因为不是你在施舍 是神在做这件事情 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八 三十六节又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功课 那些不认识的我们会怀疑 对不对 当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该怎么办 碰到仇敌 我们根本不想认他为好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这边谈到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要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是收回 你们道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 不指望偿皇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我们要慈悲像我们的父一样 我们从神那边 看我们自己是好的 我们协会从神那边 知道自己是好的 同样的我们要看那些 恶待我们的 我们也要看那是好的 这不容易 但是神实际上 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 我们要像父一样 我们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们要回到创造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像父一样 跟他一样 所以这里提到 看我们的仇敌是好的 最后 使徒行传十一章一到十八节 这边我稍微不要读经文 我用讲的 我用稍微跟他讲 这边提到就是 那时候使徒在传福音 但是彼得就是跟外邦人在一起 所以有一些人就质问他 那些传统的信徒就质问他 怎么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 所以彼得就跟他们讲说 那时候他准备到耶帕的家 到耶帕的家之前他在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他梦到什么 有一块布 然后布是四脚拉着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活物 然后圣灵就有声音跟他讲说 把它抓起来宰了吃 那因为里面有很多是律法 在犹太人规矩里面 不能吃的那些活物 所以彼得说不行我不能吃 因为这个是不洁净的 那个声音一次两次三次 彼得都是这样回复 但是那个圣灵 那个彼得就谈到说 那个圣灵的感动 其实是告诉他说 虽然这些在他们眼光里面 看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 但是神若洁净 他就要去做 他就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 恩典跟福音把它传递出去 所以在数字形状 11章在17节后面这边提到 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耶翰是用水梳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以神 说这样看来 神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看我们自己是好的 看我们那一些最小的弟兄身上 看他是好的 看我们的仇敌是好的 也让我们能够看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我们的朋友也是好的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到 神的创造里面 神看我们是好 看我们所有的都好 因为我们重新回到 神的创造里面 神的创造 神爱我们 神就是爱 因为他说好的 不要忘掉 他说不是只有好而已 It was very good was very very good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爱父神 我们谢谢你 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享受跟你同在的这样的美好 不然你真是让我们释放了我们自己 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伊甸园里面 与你相见 我们享受你所有的创造 特别是我们享受 你在创造里面 带给我们的 好的感受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创造 你也知道我是好的 我的旁边的弟兄姊妹也是好的 我的家人是好的 我的朋友是好的 不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是因为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 我们是在你的创造中被当作是甚好的 不然当我们在思想你在我们生命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回到创造 是因为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留下保血 好让我们能够重回伊甸 这样一个信息 不仅仅是激励了我们生命的改变 也更重要的激励我们 愿意将这好的福分 能够传递出去 传递在我们最小的身上 传递在我们的仇敌的身上 传递在我们 视作为可慕 也许正在寻求 或者甚至只有走过去的路人 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身上 主要帮助我们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身上感动我们 父好我们真是乐意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在回家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会渴望 更多的家人和同居 父神我们将这样一个渴望放在心中 父神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们 更多的从你的话里 得到认识 得到造就 这样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圣明求 Amen 感谢神今天我们听到这一片道 然后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后面新约 然后也听到大会歌很多个人的经历 好不好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最后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好 好 好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想你 再一次 将自己完全体现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心的克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将我全然 现象当作佛景 以清洁的心 淡淡是佛命 连你记忆 身权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你的心 照顾我一生 将我全然 现象当作佛景 以清洁的心 淡淡是佛命 每一笔指引 沉沉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你的心 照顾我一生 接近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荣耀 衷尽爱你 当我们看到神怀抱我们 祂怀揣我们就像婴儿一样 焉有母亲会忘记 她的婴孩 主啊 你跟我们的关系绝对不是在我们的外在 或是我们做了什么 或者是我们曾经犯了什么错 而是你看我们 就是你的孩子 主啊 我们多么渴望也是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 主啊 凝视着父母的眼睛 主啊 在那个怀抱里面我们感觉到完全的接纳 我们也不在乎我们身上是穿了什么衣服 或者是没有穿衣服 主啊 我们唯一的在乎就是 我在父母的怀抱里面 看着她的眼睛 然后跟我说 你好可爱 所以主 孩子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成光的家人们 主啊 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像孩子一样 我们就在他的怀抱里面 不论我们年岁多少 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主啊 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 觉得自己觉得不配的事情 但我们在神的眼中 我就是他的孩子 他要跟我说 我造你甚好 我们要跟神说 主我爱你 好吧 我们花一分钟时间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想像我们自己是在他的怀抱里面 要听他跟我说 我造你甚好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怀抱当中 要跟上帝说 主我爱你 他以后一天 distort lingu会要讲实 lesson 一切半个tit� 我发现在神 tells你 但是你就 brushes理练 完全就是 Negative 零件那些味道 Menu 黏潞的罗盐 这ilen黏潞的味道 你会 lesson 您在这些体面 我 prince依然 主啊 孩子感谢你 今天透过大会哥的分享 主啊 让我们更明白 主啊 你创造的美意 主啊 你也透过经文 帮助我们看到 主啊 我们 真的要 来到你的怀中 主啊 成为你的孩子 主啊 也真的 看自己 就融通你看我们一样是甚好 主啊 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接纳自己 主啊 更多的 去拥抱自己 接纳自己在你的眼中是独特的 是美好的 主啊 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接纳 我们旁边的人 主啊 因为他们在神的眼中 也是好的 也是美好的 只是跟我不一样而已 只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主啊 但他在你的眼中也是好的 都是我的家人 主啊 是我的兄弟姐妹 所以主 孩子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甚至在这个宣教的季节 圣诞的季节 主啊 愿意你的爱更多的来融化我们心中那分别善恶的心 主啊 让你的爱更多的来融化我们里面 主啊 那自以为意的地方 主啊 好叫我们看别人都比自己强 主啊 好叫你的爱在我们当中 我们看别人就如同从你的眼光来看 主啊 但孩子先求 你让我们先在你的怀抱得到满足和安息 主啊 让我们在里面得到医治和恢复 主啊 也带着这样的爱还有医治恢复 看我们旁边的家人也是甚好的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愿这样的季节 愿你的爱透过我们可以广流出去 主啊 愿你的接纳 你的怜悯 主啊 透过我们广流出去 在我们生命的周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小组 主啊 愿一切都荣耀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好吗